大家好 我們是米米與米媽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達克比辦案3 放屁者聯盟 動物世界的射擊高手 文 胡妙芬 圖 彭永成 放屁者聯盟 動物世界的射擊高手 課本像漫畫書 童年夢想實現了 從故事中 學習科學研究的方法 與態度 去為故事情節 激發知識學習力 一旦開始看 就停不下來 目錄 鴨嘴獸 達克比 是一個動物警察 駐守在河邊的小木屋派出所 達克比的任務裝備 對 之一 鵝鵝棒球隊 約會 約會就約會 為什麼一定要我吃縮小糖 張開眼睛看看 就知道啦 哇 好美的花海 沒想到 沒想到你這麼浪漫 親個 咻 咻 咻 請這麼用力 好害羞 呃 嗯 有怪味 呃 頭上有大便 抖 約會 選這種爛地方 有沒有問題啊 不理你了 再見 不 別走 呜 哇哇 是哪個缺德鬼 亂丟大便 我一定要把他抓出來 碰 哎呦 沒水準 破壞我的約會 抓到絕不饒他 咻 把他揪出來 哈哈 救命啊 出來嘛 我不要 不要拉我 放開他 三打一 算什麼男子漢 再欺負他 抓你們回警局 我們沒有欺負他 是要找他打棒球 他不要 拜託他當投手 都不肯 對嘛 抓什麼 算了 別人玩 別 去找別人玩 別理那個傢伙 呜 呜 呜 嗯 唉 欸欸欸 先別回去 我問你 為什麼其他小朋友 要你打球 你不去 其實我很想 可是我們弄蝶的幼蟲 隨便離開蟲巢 很容易被狐蜂吃掉 下面那個是蟲巢 弄蝶幼蟲小檔案 姓名 黑心弄蝶幼蟲 公圓野地及中低海拔山區 特徵 弄蝶是一種中小型的蝴蝶 觸角的末端成彎勾狀 它們顏色朴素 飛行快速 常被誤認為蛾 幼蟲 有蟲巢 有蟲巢的習慣 平常在巢外 吃葉子 吃完 則躲回安全的蟲巢裡休息 黑心弄蝶停下來時 翅膀上有五或六個黑點 被害情節 疑似受到不良少年的騷擾 因為蝴蟲是我們主要天敵 它們有些會把我們麻醉以後抓回草裡去 有些則直接做成肉團吃進肚子裡 所以我可不想隨便亂跑 變成蝴蟲的點心 嗯 安全第一 難怪你說什麼都不肯答應 尤其你看 我們渾身上下沒有武器 爬行速度又很慢 如果暴露在空曠的地方 被發現怎麼逃都來不及 所以我才建造了這個蟲巢 隨時保護自己啊 救命啊 如果被抓走了 抖抖抖 黑心弄蝶的竹巢過程 黑心弄蝶和其他弄蝶的幼蟲一樣 都是竹巢高手 他們喜歡咬開 椰子 棕櫚 或海藻等植物的葉子 捲到葉背做巢 叫做葉包 從孵化到結咏 黑心弄蝶換巢的次數 可能高達七八次 每當葉包孤威 或是幼蟲長大 快要超過巢的長度時 他們就會拋棄舊巢 為自己做一個新的葉包 一 先吐絲做好記號 二 咬開葉子的一邊 直到記號的前端 咬開另一邊的記號的後端 把葉子往內折 再吐絲黏起來 稀稀大功告成 用兩片或三片葉子 做成葉包 用兩片葉子做葉包 一 將兩片葉子拉近後 再吐絲黏合固定 二 橫向咬開其中一片葉子 三 用咬開的葉子蓋住身體 並吐絲將側邊黏起來完成 用三片葉子做葉包 一 吐絲將 左 中 右 三片葉子黏在一起 並橫向咬開左右兩片葉子 二 將左右兩片葉子往中間折疊 三 吐絲黏合三片葉子 完成 不過 多運動是好事 何況他們找你當投手 很光榮呀 我才不想為了光榮 惹來生命危險 我們幼蟲最重要的就是不停的吃 讓自己趕快長大變成蝴蝶 去當投手 去浪費時間 咕嚕 嗯 擠 對不起 失陪一下 倒車 喝 扭屁股 擠 擠 擠 噗 呀 呼 好了 剛剛講到哪裡啦 怎麼啦 臉色好難看 火大 你也想大便嗎 原來 破壞我約會的人 就是你 大便亂丟 超沒功德心的你 啊 啊 喔 好痛 我又沒做事 為什麼捏我 還說沒有 我的女朋友被你的大便K到頭 生氣不理我了 可是 弄蝶的幼蟲 本來就是這樣排便的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 不應該怪我們 還想拿保護自己當擋鍵盤 你最好能夠說服我 要不然開你罰單 隨地大小便 少廁所一百天 總 哼 就算是警察 也不能隨便亂捏人啊 誰叫你亂來 害我一死忍不住 嗯 你還記得我剛才說 誰是我們弄蝶幼蟲最大的天敵嗎 是狐蜂 我記得 我們如果大便在橋裡 或是附近 糞便的氣味很容易把狐蜂吸引過來 吃掉我們 所以我們的祖先漫漫也畫出 特殊的鋼門構造 能把糞球彈到遠遠的地方去 以免暴露我們的長生位置 這樣有錯嗎 哈哈 你被騙了 可惡 嘻嘻 吊狐離山之際 我真聰明 聽起來是有道理 但是有什麼證據 可以證明你的說法呢 科學家有做過實驗 有一個實驗 拿人類飼養的狐蜂做測驗 在5分鐘內 草裡中的大便的弄蝶幼蟲 有14隻被狐蜂找到吃掉 而沒有大便的 只有3隻被找到吃掉 換句話說 狐蜂是用糞便的味道來追蹤我們 只要把糞便噴得遠遠的 就能大大提高存活的機會 欸 人咧 來吧 吃我一劑便便泡 欸 你不用浪費力氣 這種技術其他動物是學不來的 黃天不復苦心人 只要認真學習 有一天我一定會成功的 哎呀 別一想天開了 我們弄點幼蟲的肛門 有特殊構造 排便時可以先夾住糞便 然後讓血壓幾數上升 加壓肌肉以後 讓糞球彈出去 你們沒有天生的構造 再怎麼練習也沒有用啊 這是我彈射的紀錄 厲不厲害 哇 彈射距離1.5公尺 速度每秒1.3公尺 彈射等級子彈級 弄疊彈射糞便的距離 是體長的40倍 相當於一個180公分的人 把大便噴到72公尺的距離之外 原來這一切都不能怪你 可是我的女朋友氣泡了 怎麼辦 哇 哇 唉 算了 那我冒著生命危險幫你一次 真的嗎 第二天 早說過不理你了 又找我來做什麼 將將 請看 歡迎加入 恩恩棒球隊 哇 打棒球很好玩唷 拿我的井棍當球棒 希望你玩得開心 別再生氣好不好 打不到也別在意 畢竟是新手嘛 我要投球囉 預備 撲 咻 咻 不會吧 拳雷打 我的女朋友是天生的拳雷打王 你好厲害唷 很好嘛 很好嘛 鳥寶寶的糞便也要丟得遠遠的 和弄疊一樣 許多鳥寶寶的糞便 也會被丟到離鳥巢很遠的地方 鳥寶寶的糞和尿 是被包在一層透明的薄膜裡 稱為糞囊 不過鳥寶寶不會像弄蝶幼蟲一樣 用肛門噴射糞便 而是要靠鳥爸爸或鳥媽媽把糞囊叼走 剛出生鳥寶寶消化力很弱 許多食物會跟著糞便排出來 所以鳥爸媽會吃掉糞便 親愛的 今天大便好吃嗎 嗯嗯 裡面還有食物 別浪費 鳥寶寶漸漸長大後 消化能力變好 糞便裡幾乎沒有餵消化的食物 鳥爸爸就會把糞便丟掉 丟遠一點 我的辦案心得筆記 被害人 帥哥達克比 被害原因 女朋友被大便打到頭 調查結果 黑心弄蝶把糞球噴到遠方 是為了引開天敵保護自己 有人認為弄蝶把糞便排放在巢外 可以保持蟲巢的乾淨衛生 但是有些研究發現 蟲巢內有沒有糞便 幾乎不會影響幼蟲的生存 弄蝶寶寶的大便飛彈 最遠能噴射到體長40倍遠 相當於一個150公分的小孩 把大便遠遠的噴到50公尺外 但是小朋友請勿嘗試 因為一定會被媽媽罵喔 調查心得 安打安打全雷打 弄蝶一點也不傻 噴糞球引開天敵做蟲巢 保護自己 昆蟲世界比射擊 弄蝶幼蟲得第一 正當防衛蓋章 今天之一說到這裡囉 掰掰